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喜欢这篇文章 希望能够在文末帮我们点个赞或者转发出去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先来欣赏文章 儿子五六岁的时候 我们全家去意大利旅行 罗马的著名景点 真言之口 自然是不能错过的 据说这个教堂门廊墙面上张开大嘴的浮雕 能够识别谎言 并咬住说谎者的手 游客到此都争相把手伸进去拍照留念 情侣们更是在此许下相爱的诺言 电影《罗马假日》里有这样的情节 格里高利派克所饰演的记者带着奥德利赫本饰演的公主来到这里 当她把手伸入真爱之口时 突然惨叫一声 拔出手臂 手已经不见了 公主受了惊吓 几乎晕厥 这原来是她把手伸进了衣袖 排队的时候 我就跟儿子浑声灰色地描绘了真爱之口的威力 天气很热 对舞很长 儿子拉拉我的手说 妈妈 太热了 咱们去别的地方玩玩吧 但我不同意 她迟疑了一小会儿 小声对我说 妈妈 我能告诉你一个秘密吗 有一次 你给我和妹妹一人一颗糖 我把她的那颗也吃了 开始忏悔了 没关系 你们告诉妈妈 这就很好呀 可是 她似乎还是心事重重 眼看就快排到我们了 她又可怜巴巴地拉了拉我的手 妈妈 还有一件事情 那自家里的碗打碎了 不是阿姨的错 可我没敢跟你承认是我打碎的 哦 那这碗的事啊 妈妈早就知道了 一直等着你主动承认呢 儿子明显松了一口气 坦然多了 可即使这样 等她勇敢地把手伸进真言之口 我刚拍了一张照 她就飞快地把手抽了出来 无论如何也不肯再伸进去了 我没有再追问下去 心想 成年人有关真言之口的传说本身 不也是一个谎言吗 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 不仅人人都会说谎 而且谎言 特别是善意的谎言 是人类生存和社交的必须 我们哄孩子说要不苦 看望病重的老人说 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为了不去参加某些活动 谎称已经有安排了 失恋时还骗自己说 他一定会回心转意 不一而足 为什么呢 为了不伤害别人 也为了保护自己 孩子不明白这么复杂的情感 小小的人要经历这么一番考验 难免忐忑不安 胶着惶恐 这何尝不是成年人的残忍呢 在情感关系当中 我们能否对人性的弱点 有所理解和包容 是成熟与否的表现 我们必须接受人性的弱点 比如我们常常感情用事 好意勿劳 喜心厌旧 患得患失 贪心不足 做网络谈话节目 天哪女人的时候 有个女孩说 自己为了验证男友是否忠心 就怂恿自己的闺蜜 前去诱惑 不料弄巧成拙 人家两人成了一对 自己反而被踢出局 这让海澜 邱薇和我不仅大呼 傻孩子 这就是所谓的 不要考验人性的弱点 比这更要命的是 我们挑战人性的弱点 而不自知 比如像同事炫耀自己 跟领导关系好 还想不招人嫉妒 举者傲慢 还期待别人帮忙 我们必须承认 人是容易自以为是的 我们自觉不自觉地 评判别人 全然不知 自己也在别人 不断地评判当中 在千万年的进化过程当中 我们被生存的需求逼迫 要在最短的时间内 对遭遇做出判断 如果前面握着一头狮子 我们的祖先 必须在瞬间马上决定 搏斗还是逃跑 不然就难以活命 如果前方出现一个陌生人 我们的祖先也必须尽快地判断 是敌是友 为了帮助对方理解自己的本意 不致误判 才有了诸如握手 拥抱 冲鼻子等等的礼仪 以示善意 到了现在社会 我们仍然需要在短时间内 判断所处的环境 决定对方是否可以做朋友 谈生意 亦或是应该静而远之 常常不顾及到对方的感受 或者对别人是否公平 我们常常基于非常片面的信息 或者自我经历的联想 就在心里给别人贴上了标签 下了结论 从而获得某种道德优越感 我们常常基于非常片面的信息 或者自我经历的联想 就在心里给别人贴上了标签 下了结论 从而获得某种道德的优越感 不幸的是 很多时候 人们最先形成固有印象 然后才是不断地去寻找证据 来证明自己是正确的 我曾经有一次 说到我的英国朋友苏珊的电邮说 相爱了多年的男友格雷格 最近另有新欢 而且就要举行婚礼了 我又惋惜又气愤 惋惜的是 认识了他们很多年了 他们两人在一起时 是那么的相亲相爱 这下子 苏珊怎么接受得了 气愤的是 传媒界这些大佬 自以为有了些身家 就薄情寡义 喜心厌旧 知多年感情于不顾 于是我马上写了一封信 对苏珊百般安慰 还写了一些诸如 格雷格有眼无珠 日后一定后悔 天涯何处无芳草 你一定能找到更好的之类的话 回头 我还告诉吴征说 这个格雷格真可恶 以后再也不要理他了 结果第二天 我又接到苏珊的电邮 告诉我说 昨天的信 其实是他和格雷格 跟朋友们开的玩笑 他们两个决定 结束爱情长跑 拉埋天窗举行婚礼了 希望爱情日日尝新 永远像对待新情人一样 对待彼此 他说 看到我的回信 非常感动 一定要为惊吓的我们致歉 读到这里 我真是既开心又无语 这对火宝 看来并不是所有传媒界的大佬 都花心哦 社会层面的刻板印象 常常被媒体和广告利用 因为重复和强加人们的偏见 会带来更高的收视率 可事实上 法国人就成天谈恋爱吗 美国人在性关系方面 就很开放吗 黑人就一定擅长篮球和街舞 喜剧演员就成天讲笑话吗 富二代就张狂吗 凤凰难就吝啬吗 刻板印象不在于有过某些印象 而在于我们把这些基于少数案例的印象刻板化 以为他们适用于一大群人 傲慢与偏见里 伊丽莎白对可怜的达西先生 就极尽刻薄挖苦这能事 最终发现事实与他预想的正好相反 尽管在书中他的爱情最终修得正果 可现实中这样做却可能让本来有可能在一起的人 失之交臂 我就发现不少非常优秀的女性 往往只凭男性的一些小小的举止细节 比如发型不时尚 或者说没剪手指甲 就对他产生反感 把潜在的交往对象pass了 或许他觉得这是自己自主选择的结果 但是很有可能反而成了偏见的受害者 毕竟有些人品和个性特质 要比发型和指甲重要得多 而且我们又何尝不需要他人的谅解与宽容呢 好了今晚的内容就为你分享到这里 说起男性的发型和指甲 我突然想到妹妹最近一次拒绝一个相亲对象的原因 就是因为对方的小拇指的指甲太长 虽然有一些偏见在里面 但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第一印象 往往就是从一些小细节所归纳出来的 好了看完今天的文章 你有没有一些想法 或者想起一些有趣的事情和大家一起分享呢 欢迎在我们节目下方的留言区分享你的内容 好了今天晚上就是这样 如果想听到更多文章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枕边经典枕头的枕身边的边 经典故事的经典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 好了今晚就是这样 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 带记着歌曲祝您晚安 好梦 感谢观看 爱情对着差点 与柯树天的你 是同一个愿 傲慢的天间的两个人相恋 走上空欲背后割衷了一剑 微笑很甜 泪也变得耀眼 傲慢的天间的两个人相恋 紧紧的拥抱着我们的感情线 穿过山就能够遇见